蝙蝠俠 嘿大家好我是屈尚號 這一場我們帶的是蝙蝠俠的一個實戰結束 親一個喉嚨是一個YouTuber在開場前必須的一個動作 那這一場你們看我們帶的是什麼 是治癒啊各位觀眾朋友 是痴痴痴痴癒啊痴癒 所以我們走的是什麼 是一個輔助蝙蝠俠好不好 一個輔助位的蝙蝠俠 蝦蝦蝦蝦蝦露 我們之前看到了這個蛹 一個奪草之後進去 砰一下暈眩再拉掉 那對方呢 的這個陣容也是 些許奇葩好不好也是些許奇葩 也是有點怪怪的龍丁咚 好像貂蟬是這個輔助位一樣 那蝙蝠俠呢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的跑速突然增加 不要說附近有人對不對 你看我這剛跑步的時候有個特效 就是呢蝙蝠俠你看我現在走沒有特效是因為 現在草叢就是附近沒人對不對 但是像剛剛如果躲在那個草叢 我進草之後我有這個特效 所以我馬上就可以 就被動就會啟動 那這邊的話稍微貓一下這個貂蟬 貓一下就好 那這邊的話再拉掉我現在沒有任何的技能 只有一個二技能 那這二技能能夠幫我在打野怪或是打敵人的同時呢 達到一個回血的一個這個啊 動作這是很多輔助耶 辦不了的事情 而且蝙蝠俠呢 的控制效果也是不錯的喔 對二技能可以緩住 然後貼身之後可以造成大量傷害 又可以回血 然後怎麼樣呢 欸又可以暈眩你看這個 欸欸怕怕他怕怕 還好我們的菫沒滾進去啦 不然就死去啦 欸這個菫再滾一下啊再滾一下 我這邊的話呢 是必須的 來清理這個冰線 沒辦法去跟他多多琢磨 但是我們的菫打得蠻兇的喔 那既然兇我們就跟著兇 因為對方悟空在上路嘛對不對 我這邊直接進來啊 一個技能胖胖 暈眩啊不是這個 然後治癒開起來喔 開起來開起來有沒有 漂亮的一個move 一個漂亮的塔砂 請問一下這個小鬼在這裡幹嘛 蛤 啊要走了 欸有貂蟬來了不行不行 我我怕怕我怕怕 因為剛剛冰線進到草叢了 所以他已經發現我了 所以這邊我就不能呆喔 然後選擇先拉掉 那中路這個 這個我要吸我吸 欸 尾到尾到啦 尾到啦 那我這邊的話打算先出的是 一個冰袍 因為他們打的是蜘蛛欸 盡量可以造成有更多的一個 輸出環境 可以達到一個更多的緩速效果 好那這邊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蝙蝠俠呢 怎麼講 蝙蝠俠的造型 我覺得整個蝙蝠俠都算蠻帥的 而且有人其實都在講喔 就是DC的這個角色平衡度 也太強勢 就DC出來 好像都變得很強勢 我其實也有這種感覺啦 我也覺得 好像煞有騎士這樣 那煞有騎士隊二連敗 啊 這個騎士隊二連敗 QQ 啊QQ 那這邊的話 欸欸悟空悟空 欸我隱身你也跟著隱身是不是 大家都來隱身 你隱身啊我隱身 你隱身啊他隱身 那這邊的話呢 我的這個大招 欸還可以跑一陣子 啊讓大招跑一下 那這邊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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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有沒有看到我其實是一個位移啊 一個漂亮的move 躲了這個猴子的一個進攻 哈哈 一個漂亮的位移 哈哈 那這邊看到這個貂蟬 我這邊再丟上一下 欸再扭一下有沒有 我們這個扭 這個蠕洞的身軀 是不是 蠕洞啊這個move 這個蠕洞的move 好啦 看樣子這邊是沒戲唱 我就不搞啦 那我這邊的話呢 就來偷對方的野怪吧 那以為我打野怪的同時呢 也可以回血 所以呢這個蠕洞發現我 他發現我 他發現我 他發現我啦兄弟 喔 差點我就被偷了這個小野怪 這個其實啊 我是NBA球迷 但是最近真的太忙 所以真的 很少有時間可以好好去看球賽 但當我再次看到這個騎士隊之後呢 我賀蘭發現一件事情 What? 就是那些人啊 真的心度真的 我記得自己出的時候有什麼 有Ross Derry Ross Doon Wave I Show Thomas LeBron James 那個 這個Cavin Love 對 就是每一個都是 都是怎麼樣 是以前球隊的各個的一哥 你知道嗎 那現在 看起來就是 LeBron在撐場 然後 JR Smith 昨天也就是 第二場 Game 2也不知道在幹嘛 對 然後 其他球員好像也 沒什麼幫助 對 就是 完全不知道騎士隊怎麼會這樣 但 我個人是沒有說特別支持騎士隊 只是覺得有點淒涼 這樣 那我們這邊一個隱身 進來 砰一下 一個 這個 本來是想說開個G 救一下隊友 但是他還是死了 缺了 其實蠻抗騎士隊 但賽爾提克再沒有 那個 這個 Carrie Irving的情況下 還可以打得這麼出色 我也是覺得 真的蠻猛 然後 塞爾提克一些新秀 我真的都已經不知道了 但是 比較認識的就是誰啊 Hoffer 嗯 這個 之前勞英隊的一哥嘛 那還有誰 我忘了 啊 忘了 我忘了 好像還有一個也是明星球員 我忘了 但是 Carrie Irving在旁邊穿 一個襯衫 那 塞爾提克也是可以拿下二連勝 真的是 但是 好啦 沒關係 其實我是很喜歡Carrie Irving 我喜歡Wade 然後Irving還有Ross 真沒想到他們居然有一天 就是有可能有這個機會 在同一隊上面 原本Ross跟這個Wade是同一隊 然後之後都轉去騎士 這樣 那沒想到啊 真的是沒想到 居然 有機會他們 就是一起到騎士 然後跟La Boon 然後 可是可惜的就是Carrie 就是送出去 但因為畢竟大家都後衛啊 所以這個 有點難 難取捨說誰要上場 對啊 因為我本身自己都是打這種後衛 這悟空你在哪 你在哪 在這裡吃 吃吃 吃吃的愛 我這裡一個暈眩 一個暈眩 然後這悟空想走是不是 想走是 這還有一個羅 我開啟隱身 這邊看到的是 對方的夜叉 我直接胖一下 胖一下 這個直接死去 這個你看蝙蝠俠走這個 輔助位 還是很兇猛的 對方真的是想打 但是打不動 對 因為其實我們的 坦度有夠 然後殺傷力 也不差 對 都不差 那這邊刀鋒呢 非常就是 慷慨 激仰 傷我這藍buff 應該啦 因為他前面把藍buff送給我們 你看我在吃這野怪同時 我都可以一直不停的回血 雖然吃起來有點慢 那我這個藍直接沒有 那我覺得可不可以抓呢 你覺得可不可以抓 你覺得 你的抓抓我 看得見 刀鋒在反對方的藍buff 欸這有一個悟空喔 我直接隱身 進來 欸悟空看到我隱身 QQ 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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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l 欸欸丟歪丟歪好丟歪很棒丟歪 此地不宜久留 閃人 那我這邊是看到這夜叉 我是覺得可以搞一波 大招 胖一下 暈眩 再加上我的寒冰制裁 那這邊目頭直接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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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冰 Wità之前速度還是很快 那是因為對方真的有貂纏 我怕真的被冰到不得了 所以還是選擇出了一個什麼 一個模仿血 是不是 那這個貂纏 喔喔喔喔喔喔喔 你們看我這個神奇位移之樹 趕快開啟隱身 那開隱身之後準備大鬧天公了 這邊抓到胖一下回血 這目頭是直接過去尻爆他的頭 不能打啦 走了走了 這個兵線是會被弄掉的 所以我就選擇拉掉 不能打 對方直接投降認輸 我們還沒打個痛快 對方就投降認輸了 這是我一場的蝙蝠俠走輔助的實戰解說 那我覺得怎麼講呢 因為之前連賽也有人用蝙蝠俠走過輔助位 就是靠他的被動去做一個探討的動作 我覺得還不錯 那還不錯 那但是掌握度比較高 因為蝙蝠俠打野本來就是一個容錯率比較低的角色 所以你走輔助的時候容錯率又更低 因為你經濟會低嘛 所以你要更去掌握這個容錯率 好 那今天這部影片就到此為止囉 如果喜歡影片可以訂閱下我的YouTube頻道 也可以到我的Facebook按讚 那我的IG可以追蹤一下 就這樣囉 掰 指定地點 那我會說是一個集中的部分 誰們感到那個也沒有找到 但我會拍到最是份的人 對方就打到最後一個人 我會有驚蝙蝠俠完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